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如果总是被感情困扰着 也不是一件好事 毕竟需要费精力去打理 就变成了一堆烂桃花 那么怎么才可以看出自己今生的感情纠葛呢 其实可以从手相上看得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感情线延伸到实质 这意味着这个人天真浪漫 敏感 喜欢美好的事物 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感情上 对物质方面要求不高 但非常重视精神沟通 不敢直接表达爱情 又期待又害怕 伤害 二感情长度适中 感情线在实质与中质之间 即这个人成熟稳重 性格开朗大方 有良好的表达能力 人际交往正常 在情感方面 他们选择想法相似的伴侣 希望彼此能真诚 付出 分享美好的爱情 三 延伸到终止的感情线 末端在终止的下方 这意味着这个人非常重视物质并享受他们 生活往往是奢侈浪费 可能沉溺于物质欲望 在感情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占有欲和猜忌心 对伴侣有各种各样的要求 但大多数都是身体上的 很容易情绪化 四 清晰笔直的感情线 感情清晰笔直而不向上弯曲 这意味着这个人自私自利 在感情方面 由于事业心重 意向性强会忽略对方的感情 感情会逐渐降温 最后会形同陌路 五 感情线 太短 感情线末端指的是无名指下的下方 代表这个人重视利益 属于享乐主义 并没有真正的付出 属于那种虚情假意之人 在感情方面 他有喜心厌旧 用情不专义 经常改变交往对象 容易产生三角恋和一夜情的倾向 六 无头无尾的感情线 无头无尾的感情是指仅有中间一段 不从掌边出发 这意味着这个人跟家人的关系不密切 很少有交流和见面 人际关系很差 朋友会疏远 情感方面和态度不确定 不知道如何选择 七 横断手掌的感情线 这就是俗称的断掌文 因为这个人意志坚定 行为独特 不受他人束缚 所以表现出强烈的态度 会让他人感到莫名的压抑 在感情上容易固执 坚持理想原则 不服软 经常出现寻衅滋事的现象 八 波浪型的感情线 这意味着这个人的沉闷 非常的老实憨厚 非常愿意帮忙 人际关系是好 但是在感情方面 不懂浪漫的感情经常误解感情 使对方不知所措 而且他们的步调不一致 所以很难保持稳定 而需要激发爱情的火花 否则感情不会长久 久 尾端 分岔的感情线 这意味着他们很好奇 喜欢探索 有冒险和尝试的心态 经常做出惊人的动作 在情感方面 态度不是很严肃 容易坠入爱河 但亲密关系不长 而且由于时间和环境的关系 很容易冷却下来 使感情线中断 如果中断的差距越大 影响就越明显 这意味着除了严重的争吵外 还可能是与情人或配偶之间 也会因环境因素的产生或突发事故 而出现生死离别的局面 十一 在小指下方出现缺口的感情线 在小指下面有一个缺口 这意味着不知道如何在关系中体谅对方 只是要求对方付出代价 即使是以对方为代价 让对方感到沮丧 此外 经常吵架 关系会走上破裂的道路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伴侣并不容易 其次 如果你结婚之前就在家里不受父母的宠爱 在结婚之后还有伺候自己的老公 还有婆婆 生了小孩也不得安宁 毕竟照顾小孩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所以这样的女人基本上都没有过几天安宁的日子 所以快看看有没有你吧 一手指之间的缝隙大 一般这种女人是存不住钱的 因为在花钱方面比较大方 天生下来也没有福气 注定是劳碌的命运 做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 不然很难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下来 而且身边的贵人没有太多 遇到问题的时候 只能独自一人 扛下来 再加上手指缝隙大 存不住钱 根本不敢停下手中的工作 手指干瘦无肉就是一个劳碌命运的表现 未来的一生自己都是很辛苦的 二手指弯弯曲曲 这也是一种劳碌的命运 有一句俗话叫做 食指偏邪劳碌命 骨节暴露仇心人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种女人在工作上都是埋头苦干 不过命运有时候会变的 有时候自己的努力就会得到好运 这类女人要珍惜好身边的朋友 因为有些困难是一个人抗不下来的 自己也要把握好时机 不然就注定是一个劳碌的命运了 有的时候自己对于机会 不好好把握的时候 可能自己的未来真的就是非常累的 三 失业线 教长 失业线 很长的女人 也是辛苦的命运 失业线 教长的女人一般比较劳苦 难有养尊之福 失业线代表着一个人失业的走势 如果一个女人的失业线比较长的话 则说明这类女性朋友 是失业上面的女强人 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多半也是性格比较强势的 她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与人争辩 会因为要奋斗失业和性格的原因 而错失生活中的一些精彩 也会因为失业而错过忽略一些良缘 所以这类女性朋友虽然会在事业上面有一番成就 不过她们的家庭多半是不能够美满如意的 基本上老公也是不能帮助一下自己的 四 有漏财纹的首相 如果女人是手中有漏财纹的 这样的女人财运是不好的 甚至会出现漏财的情况 即使自己有能力赚到钱 也会让财富流失的导致了自己日后的生活很不好 这样的人在事业方面也不能有很好的发展 因为他们做事的态度是不好的 不能认真地处理好问题 所以也会给领导和同事不好的印象 如果公司要裁员的话 她们肯定是第一个被裁出来的命运 特别的苦 五 事业线凌乱弯曲 事业线比较杂乱的女人就是很辛苦的 其实一般来说 事业线比较值 说明这个人事业运势是不错的 命中会遇到贵人帮助 在你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给予帮助 但是事业凌乱或者弯曲的话 就注定是苦命人 一辈子多败少成 注定难赚大钱 就算赚到钱 也会很快地花掉 因为这类人自控能力不强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 完全不会节制 就算能勉强控制下来 攒下的存款也不够日常开销 所以一生当中都在为了碎银几两而奋斗 七 拥有反抗手纹 手上有反抗线的女人 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 也不喜欢听他人指示 尤其倘若县长 一旦被束缚 就会引起他的反抗 像这样的女人 适合搭配一个性温和或者年纪小的男人 否则多半是老公受支配却不服气 这种首相的女人 有正义感 又喜欢辩论 不肯认输 倘若智慧线良好 做律师 法官都会有成就 倘若有两条反抗线 则不是很好 容易一事无成 八 拥有段掌文 人们都说女人段掌是不好的 认为这样的女人会克服的 因为这样的女人在平时的生活中相当的强势 只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这样对于她们的事业方面是有一定的帮助 容易让她们成功的 但她们为人处事方面相当的前进 不懂得变通的不会如何跟他人相处 所以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一旦感情出现了问题 她们就会对丈夫很多方面造成影响 最后会让自己过上很贫困的生活 九 失业线 深此类女性性格强势 做事方面踏踏实实 事业方面会被领导看重 但是犹豫性格过于强势 极其容易给周围的人造成压力 这样的女性 一生大多辛苦劳碌 不得清闲工作上 虽然收入较为稳定 但却难得大富贵 十 失业线 从生命线的后半部开始延伸 手相重 若有此手纹的女性 女强人占多数 在事业中会像男人一样的拼搏 做事 稳重 能力较强 拥有此手相的女性 想获得成功付出的努力 往往会比较大 在婚姻方面 对待家人也很强势 容易产生家庭矛盾 从而导致婚姻生活不幸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